人应该以怎样的品相活下去呢? 沈父的福生六计,告诉了我们答案,一是审美的情趣,二是有趣的灵魂, 皆简而又不失情趣,贫穷而又不失唯美,是沈父与陈云日常生活的最高境界。 沐昕先生说,没有是美丽是绝整,知识也救不了。 沈美,与沈华无患,又沈美的人生,是即是家境落魄,也能活得优雅自在。 宁可食无肉,不可居无竹,可以美美人,不可无忧花,富足有富足的涉华, 清贫有清贫的情绪,人在路市,照样可以游然自得。 柴米油盐的生活里,需要一些沈美带来诗和远方, 鸡毛蒜皮的世界里,需要一些沈美,来抵挡世俗的粗糙。 美学家张世英说,人生有四种境界, 欲求境界,求职境界,道德境界, 审美境界,审美为最高境界。 所谓审美境界,就是要审美的生活, 就是要活得美。 美丽的皮囊千篇一律,有趣的灵魂万里飘移。 现在很多人干一件事,首先会问这有什么用, 但很少去想这有什么去。 人活到最后,有趣比有有更有意义。 因为有趣,我们才能把平淡如水的生活, 活成绚丽的彩虹。 人只要活得有趣,穷也不怕。 吴冠忠说,中国的文盲不多了, 但美盲很多,我们不缺物质,我们不缺文化, 我们缺的是审美情趣。 因为生活里有趣,我们才不会成为生活的奴隶。 因为生活里有美,我们的生命才丰盛优扬, 以审美,以有趣,再回生活的意义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 别忘了按赞哦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